嗨,亲亲亲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也是你们的好朋友再见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八音盒的制作 本来呢,是录了一期手机支架 但是后来觉得这个它没有什么诚意了 所以说又录了这个八音盒 没错,这就是我脱根的理由 好了,废话不多说 首先呢,是材料和工具 重点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期所用的木材 这种木材呢,叫做黑石木 这种木头呢,拥有天然的山水化纹路 我在这块呢,是一整块 所以说把它锯成几个板子呢 也是花了我不少时间 如果大家想做的话 一定要买开好的木板 一厘米厚的就可以了 开好之后,把它锯成五个正方形 锯的时候,记得要多留住一些 锯好之后,再锯下了一块薄一点的板子 用做中间的隔板 因为板子是手动锯的 很难保证它的大小一样 所以说,我这里将五块板子 用502粘成一个大的方块 再用刹纸整体打磨 这样磨好之后,它的大小就可以是一致的 磨好之后,分离每一块板子 用刹纸磨平两个面 这一步呢,尽量保证厚度一致 然后磨出斜边 其中四片板子呢,是有三个斜边 有一个板子呢,是有四个斜边的 用台肩固定 用黄金错磨出斜边 注意错的时候,尽量放平一点 刚刚的线呢,其实只起到了辅助作用 具体的可以将两块板子拼对起来 只要两块板子拼成了直角就可以了 有的观众可能会问 为什么不用损毛结构呢 因为做这种小盒子 直接拼贴 强度就已经够用了 而且损毛结构会影响美观 好了,这里开好了斜边 然后用胶带,提出斜边内部边缘 以免多余的胶水粘在上面 然后将这五片板子粘在一起 我用的是AB胶 多调一些 粘的时候动作要迅速 AB胶的固化还是很快的 粘好之后保持造型 等一个小时左右将其充分固化 虽然前面贴上胶带 防止胶水粘在内部 但是还是吃算了 胶水还是粘了一些 不过没关系 用刀片清理一下就好了 将胶带撕掉 用砂纸打磨掉脚后能 磨好之后 在顶部三分之一处 画一圈直线 锯开 这个盒子呢有点高 所以说再锯短一些 打磨平成 磨好之后 拿出脚链 这个脚链呢 是五毫米粗的 所以在盒子上呢 打上两个五毫米的洞 打好洞之后 放上脚链 发现并不能正常的打开 因为还需要在背部 开两个斜边 开好之后 盒子就能正常的开关了 将脚链用胶水固定 然后整体细磨一遍 这里磨到3500 将那块薄板 采成盒子内部的大小 然后在这块板子上 确定发条和螺丝的位置 打孔 发条的孔呢 尽量开得大一些 然后将薄板用502 站在盒子内部 位置呢 只要使发条 不多出盒子就可以了 然后涂上木辣油 拧上螺丝和发条 这个半一盒呢 就完成了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小伙伴 一定要点个收藏 投影币哦 我们下期再见咯 多数捞